以下的工作都是逐步恢復香港的正常常態和市民的日常生活 包括在4月19日,即復活節假期之後 學校可以分階段恢復面秀的課堂 直至昨日為止,一共有600間學校 差不多全部小學和國際學校 大約31萬5千名學生已經可以回到學校上課 而他們每日按照政府要求做快速抗原檢測過程也是順暢的 第二個工作當然是一年一度中學文憑市 可以在4月22日如期順利開考 我們為考生在築高灣檢疫中心特設的考場 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大概有30名的考生都曾經在築高灣考試 第三個當然對於香港經濟和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第一階段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亦都在4月21日順利推出了 接下來五月我們都有一些重要的決定要做 包括第二階段的社交距離措施的放寬 和中學將會按早前的宣布 在中學文憑考試結束之後 就可以逐步讓中學生回到學校 來恢復面秀課堂 上個禮拜我們亦都公佈了幾項關於 容許非香港居民可以由5月1日乘搭飛機來到香港 用段機制亦都作出了一些修訂 所以整體來說香港疫情的穩控出現了良好正面的局面